哈喽大家好,今天又有一位客人来到我们公司咨询,他是从中国国内直接以工作签证的形式过来的 由于现在的中介无法给他安排工作,所以通过朋友的介绍来到了我们公司 他现在的状况是年龄大概30多岁,然后日语是不会的,还有刚来日本不久 跟所有的30多岁或者是以上的朋友的想法一样 刚开始在选择来日本的时候呢,留学签证和工作签证之间呢,都会优先的去选择工作签证 因为考虑到工作签证一过来呢,就可以马上工作 而留学签证的话过来是学习,就认为是一种损失 甚至就是会认为留学签证会花很多钱,感觉呢会给家里增添一些负担 其实呢并不是这样,就像这位客人一样 当时为了办理这个工作签证呢,给中介居然花了五六万人民币 然后这五六万人民币其实如果是交学费的话也是完全够了 如果真的会日语的话,花了这笔钱,那么有工作这个前提之下当然是非常好的 但是由于不会日语,来到这里之后呢,很多工作是安排不上的 就像这位客人一样,当时中介呢也给他安排过一个高空作业的工作 他自己呢有恐高,所以呢做不了,所以呢就拒绝了 但是即使是做得了的情况下,如果是以派遣的形式去工作的话 在这种现场,而且是单纯劳动,其实是违法法律的 大部分的在日本的外国人对法律这一块其实都不太了解 所以呢借此机会呢想再跟大家说明一下派遣跟正社员的一个区别 派遣的话呢是一个间接的一个形式 就是由中介把你派到某个公司去工作 这种情况下单纯劳动就直接违法法律了 但如果是正社员的情况下呢,由于老板是直接雇佣 所以呢会有培养你的一个趋向 所以刚开始以学习为目的,然后以熟悉业务为目的 先开始做一些简单的活 这个是在路过管理局的官网上面都有明确规定是可以的 所以派遣跟正社员它是有实质上的区别的 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以及办签证的时候 这方面呢可以再了解了解 好的,今天分享就到这里,拜拜 感谢观看